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中,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疗愈之路 137课的最后一部分 当我疗愈时,我不是独自疗愈的 这137课也是很重要的一课 它主要在讲就是一体心灵 因为你的心灵跟弟兄的心灵是一体的 只有一个心灵 那所以呢,当你疗愈的时候 你并不是独自疗愈的 我们从第十段接着到最后面 第十段它说 当你一旦大获痊愈 你就会看见身边的人 或者你想到的人 或者你接触到的人 甚至那些看起来 好像跟你默不相关的人 都与你一同痊愈了 那这句话可以说是 这一段乃至这一课里面 画龙点睛的那句话 那基本上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什么样叫做在关系中 因为其实一个人常常在谈关系 然后要把特殊关系转为神圣关系 那什么样叫做在关系中 其实就是当你想到那个人那件事的时候 你就跟他在关系中 而并不是说你跟他要身体靠近 甚至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才叫做在关系中 所以你看你接触到或你想到的人 然后甚至那些可能你以为是跟你默不相关的人 都跟你一同痊愈 因为你是用疗愈的眼光在看他们 是用宽恕跟爱的眼光在看他们 那这个我觉得是奇异课程它一个 就它是一个心量非常大的一部课程 然后他所给出的那个爱跟宽恕 真的是无条件的 因为不管那个人是不是你的亲人 或者甚至像他这边所说的 跟你默不相关的人 就说你的疗愈的那个愿力会 广阔到没有边际的那个程度 那在你接受疗愈的时候 你未必认得出那些人 也未必体会到你对整个世界的伟大贡献 这个到后面186课还会讲的 非常淋漓尽致 就讲说这个世界的救恩操之在你 这就是他所讲的这个伟大贡献 什么是你对世界的伟大贡献 因为你拯救世界 然而你绝不是独自疗愈的 成群结队的人都会领受到 你痊愈时所蒙受的天恩 那为什么不是独自疗愈 我们在前两天已经有详细讲到 那在这一句话呢 或许你愿意可以参考的是 正文的27章第五节 第十段 27-5的第十段 那它里面有一个很美妙的 辟语或者说图像 就是在讲这个什么叫成群绝对的人都会领受到你痊愈时所蒙受的天恩 然后第十一段呢 它说凡是已经痊愈的人自然成了自愈的管道 就说你领受这个圣灵的恩典 然后你也会自动的把他的恩典分享出去 那在他们痊愈的一刻 与他们把领受到的自愈恩典分尸出去之刻 没有时间的间隔 意思就是说当你愿意接受疗愈的时候 注意你不是凭借自己的 不是凭借自己的期待跟想象 跟自以为的认知去疗愈自己 你是接受圣灵的疗愈 接受圣灵教导你宽恕的道理 那么 他说在你接受疗愈 在你疗愈的时候 你也就同时把疗愈给分享出去 这中间是没有时间的间隔的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真正的疗愈是认识到那个一体性 认识到你与整个宇宙都是一体的 你认识到一体性 然后你又选择疗愈 选择圣灵的时候 那当然你同时就会把这个上主的恩典 完全的给推扩跟分尸出去 你根本就不需要刻意的去分享 那我们在灵性圈常常喜欢讲分享 但是其实后来 我自己终于 就是有发现到说 其实我们以前所讲的分享 大概99%都是假的 甚至里面都有很多谎言在里面 就其实我们不是那么真的想要宽恕那么多弟兄 但是我们常常喜欢讲分享 但是在你内在还有定罪的时候 那个分享是不会真的推破出去的 那个分享其实还是带有自私的成分 自以为是的成分在里面 那反过来说当你真的愿意宽恕的时候 你不必刻意去分享 那个爱就分享出去 这就是他最美妙的地方 好然后下面第12段 他说作为上主旨意的居所 这个虽然说他用这个辟语 好像会比较具体一点 不过或许看起来反而 读起来会反而比较抽象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接受上主的旨意的意思 那居所就指你的心灵嘛 那你的心灵愿不愿意接受上主的旨意 那么上主的旨意呢 就是跟分裂相反嘛 跟小偶相反 就是一体性 那就是本 就是刚好是这一刻 所要强调的那个重点 那上主的旨意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因为上主要给你的 他是毫无保留的给你 那一体性在他之内是完全安全的 不可能受到动摇 不受威胁的 但是呢第5句 他说另外一个选择 却是要求不可能之事 这另外一个选择 当然指的就是小我 小我的选择要求不可能之事 指的就是分裂嘛 以及分裂旗下所有的一切结果 包括你眼前看到这个世界 还有轮回本身 还有人间的种种痛苦 这个都是分裂的结果嘛 这些都是 他说叫不可能之事 也就是说你顶多只能弄假成真 想象它是真的 但是它不会真的发生 那所以当然是注定失败 那到有一天我们会感谢说 而原来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虽然说要放下的那个过程中 会有很多的挣扎跟痛苦 但最终我们会回过头来感谢 原来这么多的痛苦都不是真的 否则那个痛苦就真的是无法化解了 好所以第13段 他说时辰一到我们就会一起 我们的任务只是让自己的心灵疗愈 如此方能将自愈带给全世界 好 你只需要牢牢的关注 你自己的心灵是否疗愈过来 而不要常常去关注别人到底怎么样 那当你真的能够疗愈过来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随着你疗愈了 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你的眼睛看出去的 那是由你投射的 所以你投射的他是好是坏 是平安是不平安 是这个爱还是恐惧的话 都是从你这边来的嘛 所以你应该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而且是完全的放在自己身上才对 然后当你疗愈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自动的就疗愈了 那个爱就自动的分享出去了 那将诅咒转为祝福 痛苦转为喜悦 分裂转为上主的平安 那能够领受这样的礼物 每个小时拿出一分钟 岂不是很值得吗 这一点点时间比起 那会给你一切的证理 岂不是极小的代价吗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 一样是早晚的练习 然后十分钟 当然我想可以做的更长的时间 然后花更多时间跟自己在一起 跟自己对话 然后去沉淀 会是更好的 那今天的指导剧 当我痊愈时我不是独自痊愈的 我愿将自己的痊愈 与世界共享 使疾病在上主唯一的圣子心中一事不凡 他就是我的唯一自行 所以这个疾病显然是心灵的嘛 因为在上主的圣子心中一事不凡 那再来是他这个唯一的圣子这几个字 请你注意 只有一个心灵 好那下面四五段也是提醒我们 就是在一天的过程中 我们尽可能能够进到那个宁静的安息之中 就像第二句写的这样 然后把我们领受到的礼物分享出去 好记住不必刻意去分享 而是把所有的心念都集中在你自己心灵的疗愈之上 好那么他也有一个指导句 当我疗愈时我不是独自疗愈的 我愿祝福我的弟兄 因我愿与他们一起疗愈 他们也会与我一起疗愈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三七课 我们把它给完结 好那他跟一三六课是合起来读的 那么也希望你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再回来回访这一课 跟前面那一课一样都是很重要的 好那么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你陪伴我一起做练习